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中华医药 今天的健康故事啊 我还是带您去认识一位老人 看看他有什么样的养生之道 那他是谁呢 您见面就知道了 跟大家并不陌生 安徽的李济人老人 每年都会到北京 在儿子家过东 我们见到他的时候 一家人正围坐在一起吃饭 虽然都是些家常菜 但是有几样东西 对于李济人来说 却是每顿饭都少不了 因为他每次饭都要喝一点酒 然后都是花生米成豆之类 这样来下酒 我都不是特别喜欢吃 太硬了 你咬的牙齿疼 这里 但是他没事 他越吃越香 我大部分全部都是蒸的 就是后面的那个草牙是炸的 其余全部都是蒸的 而且一定都没松动 你看我这个前面的牙齿 全部都是云南的 而且还是 其东西都好好的牙齿 一定松动都不松动 所以我其中西约 比较喜欢情安的 其脆的东西 李济人今年已经八十岁了 八十岁的老人 还能有这么好的牙齿 的确让人羡慕 而他身上还有一个 与众不同的地方 他的子女 也是最近几年才发现的 他因为六十岁的时候 头发是全白 一头银发 然后去年 我家里人告诉我 说老爸头上 有件长黑发了 我还不相信 这怎么可能呢 看看李济人过去的老照片 这是五十多岁的他 那个时候两鬓斑白 这是六十多岁的他 已经是白发多 黑发少了 而到了七十岁的时候 头发已经全白了 怎么可能会在八十岁 又长出黑头发 后来我跟他见到了 因为我们不住在一起 后来见到之后了 我就仔细一看 哎真的 在头发的 你看这个头顶这个地方 还有旁边后面 都开始长了 那个黑发了 这个头发 头发的有点 长我这个 长前面还长得些黑头发 头发呢 这个是一种 发的血驴 发头发也叫血驴 血门过这个气血陌生 嗯 嗯 那么收一点头发来 新夏业 哈哈 也也长得点黑头发 仔细看看 果然 李继人的前额和脑后 还真是长出了不少的黑头发 而且不仅如此 眉毛 有的也由白变黑了 看来 李继人八十岁 白发 反黑 那是真的呀 这位八十岁了 还有一口好牙齿 头发反黑的老人啊 就是2009年 中国政府评选出的 三十位国医大师之一 他就是李继人 要么说大师的称号 不是虚传的呢 你想啊 皇帝内经理啊 就这么说了 说男子八八 天鬼结 齿发去 这意思啊 就是说 男子到了八八 六十四岁的时候啊 牙齿头发 就全掉了 可是李继人八十岁了 牙齿还那么好 而且头发还能反黑 不用说 肯定是人家国医大师 保养有道啊 您说是不是呢 我为什么到现在 还整成过分 没这么好的 主要我是 我会补 他有他的补的方法 这种方法 应该说坚持了几十年了 到底是国医大师 李继人果然有自己的绝招 那他到底是怎么补的呢 是吃什么补品吗 他 他不吃补品 他有时候经常 用来看望他 或者什么 也拧些东西过来 然后我们有时候 也叫他吃点 结果呢 隔了一阵子一看 全堆在那儿都是会 他也那个 根本都不吃 但是我这个补呢 补是 也即不是细补 也不是要补 我主要是 运营我几套动作 让我这些 肯定的动作啊 那补 是什么样的动作 能达到补的效果呢 李继人说 说起这个动作 就不能不提 他四十年前的 一段特殊经历 现在李继人和妻子张顺华 能经常在一起 看戏聊天 而在四十年前 张顺华独自带着 四个孩子在老家 而李继人则是一个人 在安徽医学院工作 我到后复是一个人 一个人去了 那就是做这系统的气泡 这系统的气泡 有时候正不是不到 护肤溃违 有时候我们更多一梦 有时候去的都是 难放难猜 就去的毒的 就不去乎 当时饮食没规律 工作也非常紧张 没过几个月 李继人的身体 就遇到问题了 不行去东西 特别是水泻老 那时候 那时候李继人 不光是每天拉肚子 而且他拉肚子 还有点特殊 早上 特别到五干 五干的肺肺 几门的肺肺 那时候肚子就发脏了 肚子咕咕咕的 肚子痛 肚子痛 肚子痛就要拉肚子 那个时候厕所还在外面 所以都要披了一件衣服 然后呢 盯紧都要出去 非常着急 然后跑回来 跑回来的时候呢 那个就是 医生不吭 特别的 特别的痛苦 必须要送茶匙 那军师家 你不送茶匙 这个门不神 当时李继人也给自己 开了挑力脾胃的药物 但是效果总是时好时坏 一来而去 这腹泻就持续了 大半年的时间 我们去合肥看他的时候呢 哎 我说老爸 你怎么突然这 一下瘦了这么厉害了 他原来140多斤啊 一下瘦了120多斤 那脸啊 原来是个圆脸 现在变了个长脸了 面环其数 所以我们就特别的担心他 我们整个也知道 皮胃的后天 这个皮胃 以前有因素到生的 那就是整个一种 不能耕作的 那这些 自己上面都学到威胁 中医常说皮主运化 这个皮啊 既能够把水骨精微 输送到周身各处 又能够将代谢的垃圾 传输到排泄系统 那一旦要是这个皮的 这种作用有障碍了 那就会出现腹泻了 这说明皮的气力虚弱了 而皮虚的时间 如果长了的话 还会累积肾 当时李济人每天早上 四五点钟就会出现腹泻 中医叫做五更泻 张氏一通 里边就这么说 说五更泻是肾虚也 而中医认为啊 对身体来说 肾为先天之本 皮为后天之本 李济人当时才四十多岁 而已经出现了皮虚和肾虚的兆头了 这必然会大大影响他的身体健康 那又该怎么办呢 尽管是在北京 但每天早上起床以后 李济人都会坐在床边揉肚子 这个习惯从他当年腹泻最严重 家里人也是最担心的时候就开始了 有时候顺的揉 有时候反的揉 然后呢 有时候大面积的揉 有时候呢 小面积的揉 我就不明白啊 我就问老爸 你这是在干嘛呢 是啊 这是在干嘛呢 而且据说这个动作 从当年拉肚子的时候开始 一直做到了现在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秘呢 实际上就是我家的最大的补 所以我在这个保健的作用 是起到光剑的作用的 李济人说 这就是他的补药 可这不就是揉肚子吗 怎么会是补药呢 其实这和他当时的腹泻 有很大关系 那个时候 饱受腹泻之苦的李济人 在坚持服用中药的同时 无意中发现了一件事情 因为腹泻啊 你看实际比较腹脏腹 腹脏腹脏腹 不需要就对于人来要这么按摩 有的一个刚造虚腹 另外刚造这个肚子 有的肚子有的好气 按摩肚子带来的那种舒服的感觉 让李济人很受用 在早上我不敢写吗 早上写过以后了 又学不着了 学不着了 我得这么考虑 那么自己就这样 这么为止 我按摩倒是缺席着 还有一点少骨 所以我就听得这么按摩 听得听得这么有 听得这么有 一开始我们不理解 就觉得这个肚子揉揉 难道就能好吗 也是 揉肚子怎么能把那么严重的腹泻治好呢 在儿女们的质疑中 李济人独自享受着按摩带给自己的乐趣 我以为少骨很好 那么一开始就从这个 大病病房一天 从几治 搞得一年治 后来呢 就是基本上是一天一治 那我就发现我父亲啊 那年夜红润了 也有精神了 吃饭了 饭量了 也就慢慢回来了 就明显的 觉得有所好转 而且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他每一天 黎明的时候都要起床 那一次回来了 他不起床了 那我们都非常高兴啊 没想到还真有效 儿女们也不得不信了 可力记人说 也没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得按对了第一法 玉区的绣线银 带着这个肚脐炎的神血血 就整带着 一几个威正身 一几个正身呢 顺按上去留下 防 再去防过来 又按上去留下 但是按的这里 必须要顶 按顶之后 必须要顶学位 那么顶学位呢 比如说我按的这个 公民学这个地方顶一下 按的九神学这个学 神学不是零比吗 九云零比吗 是天书学 天书学 又顶一下 顶一下呢 按照整个 就不能顶一下 按照又 天书学的 又顶一下 原来 李记人每次都是围绕着肚脐 也就是神血血 在肚子上顺着揉三十六下 再反着揉三十六下 不仅如此 他还要在肚脐上面的中晚学 以及肚脐左右的天书学上 重点按一按 正乌因为它是燕麦的学位 它是卫战的墓学 所以它的脾胃啊 就明显灵犀的 一般它贴的脾胃啊 一般都是正乌 所以一般有微半啊 正乌这个学是很重要的 天书学是卫战的学位 是大虫的墓学 所以它与胃与大虫 有明显灵犀的 它的腹泻 并必图着很好的作用 中医认为啊 这个腹泻与皮的运化功能异常 有关系 这个功能涉及到的皮 胃 肠 等一些脏腑啊 都处在人体的腹部 所以啊 皇帝内经里边就说了 说腹部是五脏六腑之工程 阴阳气血之发源 李济人那种规律性的柔动 能够促进腹部的气血运行 改善位于此处的脏腑功能 特别啊 是它重点按的几个穴位 那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一一来讲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它按柔的这个中腕穴 中腕穴 它位于胃的附近 在肚脐正上方 四横脂的位置 它是胃经的墓穴 那这个墓穴是指什么意思呢 墓穴啊 就是经络中气血最充足的地方 也就是说 这个中腕穴 是胃经中气血最充足的地方 中医古籍中说 它一切脾胃之极 无所不聊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天书穴 这个天书穴啊 是大肠经的墓穴 它的位置啊 是在肚脐旁边 肚脐旁开三横直的地方 中医啊 以这个肚脐为界 之上为天 之下为地 而天书穴啊 它正好处在天地交合之际 是升降清浊的枢纽 升清降浊 指的呢 就是人体啊 对食物中营养和糟粕的消化与分配 那经常去按压一下这个天书穴啊 它能够强化这种升清降浊的功能 李济人长期揉腹部和按这个中婉穴天书穴自然啊 是有助于帮助补后天之本 也就是说皮 恢复它的韵化功能 可以缓解腹泻 而且啊 它 除了按揉这个肚子之外 它还有更多的内容 每天 李济人这样揉完肚子之后 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动作 一只手在前 一只手在后 又是一番暗揉 这又是在做什么呢 原来 李济人每天在揉肚子的时候 不仅要重点按压中婉穴和天书穴 还有两个穴位必须要按一按 一个是肚脐下面的官员穴 一个是后面的命门穴 每次李济人都会用两只手的食指 同时在这两个穴位上按几十下 郭云是个重重的穴位 郭云的不胜的作用非常好 每门是主要是不胜的 重重胜的 不胜的 但是它也健脾和胃 它的低腹泻 效果也非常好 揉肚子加上按穴位 每次十几分钟 当年李济人就这么按了两三个月 效果越来越明显了 我一直去开会 去开会了 早上来 白男士天一天都在无干事 都要拉着 早上来 他不拉着 外国的这个分化很好 所以我就紧急他这个基础 以后来研究这个按摩的问题 学们这个按摩的肤性 不公性 脾性也好 肾性也好 都有一点的好趣 您看又是两个学位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观源学 观源者观藏元气 在肚脐下面四横指的地方 也就是以肚脐为参照 横四指下面就是观源学 这个观源学啊 它也叫丹田 是脾经胆经肾经和韧脉 四条经脉交汇的地方 气血非常充足 下腹部的气血都是通过观源 输往肾经的 所以经常的暗揉暗揉这里 可以补充肾气 懂养生的大文豪苏东坡 写过这样的诗句 可怜病逝膝窗下 一夜丹田手自磨 可见按摩这个观源啊 自古就是养生的要学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这个命门学 这个命门学它就更重要了 命门者生命之门 它的位置啊 在和这个肚脐相对的 正后方的第二节腰椎上 是督脉上的要学 督脉是总督全身阳气的 都是通过这个命门学啊 进入肾 那经常的按压这个地方 就可以补充肾阳 所以古代讲究养生的人啊 每年冬季的时候啊 他都会去酒一酒这个命门学 李济人的这套按摩 不仅缓解了他的腹泻 而且啊 还给他带来了更多的好处呢 自从腹泻好转了之后 这套揉肚子的按摩 李济人就坚持到了现在 李济人的这套按摩 坚持了四十多年 别看动作简单 但是天长日久的坐下来 还真有出人意料的效果 你比如说 你看我这个肌肉啊 都很切的 正一种皮就肌肉啊 皮系就肌肉的 所以我这个皮因为健康了 所以现在这个肌肉呢 很切心 另外这个牙齿也比较好 正一种 肌肉的肌肉是固定的 因为学们这个肌啊 肌肉的肌肉是肌肉的 学们这个肌肉的肌肉 还是麻烦的 肌肉是先天之本 为人体的生长发育 提供先天之精 而这个皮是后天之本 从日常饮食中吸取营养 输送全身 再把糟粕送至排泄系统 李济人的按摩 巩固这两个根本 他才能够在八十岁的时候 身体还能这么健康 好了 稍后请您继续收看中华医药 河北省十家装饰市民王玉芳 2010年73岁 几年前 他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一起来一坐起来 穿衣裳 就根尬 打这么个四五个 起来穿的洗练 干嘛的以后 这个指甲呢 他就不是连着打了 根尾一个 待会儿 根尾一个 他就干那个的事 你要吃完了饭也是 根尬尬 连着打几个 完了以后待会儿 根尾一个 根尾一个 虽说不是什么大毛病 但还是很烦人 你想控制都控制不住他 你说我不了 那哪成啊 几个他就上外跑 盖一个 盖一个 盖一个的 是有东西吗 没东西 没吃多少东西 断断续续的 王一方的打嗝 持续了两个多月 到后来 他都无可奈何了 可是 为什么会这样打嗝呢 王玉芳说 这个呀 说来话长 还有个比打嗝还难受的情况 四月份不 也可能是吃东西 引起来的 我卖了个泼罗 我吃了那么两小块 这烟泼罗 就开始不得劲了 就账开了 账吧 我也没拿他当事 过两天不好 我哎 他不好里头 不好就越来越厉害 一开始 王玉芳并没有太在意这种账 但是后来 胃账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了 里头 嘶嘶嘶啦啦的 发生 说不上来那个劲 他不是赌 你这么着 里头他不是赌 他就是里头难受 连账 得难受 王玉芳发现 自己的胃账 竟然有些难以摆脱 他又想 难道 是自己吃的太多了 不吃不 也长得好一点 你吃些一点 就长得厉害 你喝口水都长 眼看着胃胀的难受 可是什么方法都不见好 于是 王玉芳只好求助于医生 这个药是止气的 这个药是消失的 这发生人都说大夫嘛 狗开的这些个药们呢 都是治我这胃的吧 吃了当下呀 管点事 管一两个小时 后来就吃呗 就吃 吃吃了时间长了以后 都不管事了 不管事了 这胃更张得厉害了 说来也怪 王玉芳的胃胀 吃药按摩都不管用 到后来 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大哥 我这这么想的 这是 不通呗 体胃 肠胃都不通气 所以说 上边都 打嗝 好像是走气 按理说 应该舒服点 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从2008年4月开始 一转眼 三个多月过去了 王玉芳每天都在不断的打嗝和喂账 而且问题还越来越严重了 牵着的我这个背都酸疼酸疼的 你知道吗 那怎么办呢 我一个小村 我就拿起来 我就这么敲 敲着背 敲着背部 叫着舒服 缓解那个酸疼劲 敲一阵 这个绳着这肩膊这么敲 缓缓 缓劲 比较舒服点 但是舒服了以后 我这个胃着痒还是痒 就这样 又涨了一个多月 王玉芳的饮食和体力 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吃了少 反正是吃一点 吃一点 吃不多 反正是早早又放下碗块了 就是 然后就我吃了 反正胃口不太 清晰上也不太高兴 要不我是160斤 我抽到150 抽10斤肉 那脸成了灰黄色的 脸色特别不好看 就以前 没得卫兵的时候 10了斤低了上来 没事 得了卫兵吃不了饭 5斤东西 我说低了就费劲 低了不上来 得歇好几歇 这个腿伤的时候 就大软 线路特别大的 一瞧 蹦蹦蹦蹦 跟他洗锅似的 几个月的胃胀 再加上体重 骤降了10斤 让他心里很不踏实 2008年9月 王玉芳 做了胃镜检查 结果显示 情况的确不容乐观 他的胃 已经出现了 萎缩性胃炎 伴有不典型增生 是哀编的前期 这厉害的就是哀编 胃胀 打嗝 矮气 我们很多人啊 可能都碰到过 可能大多数人啊 都跟王玉芳一样 忍着 可您看看他 忍到最后 胃都出现了严重病变了 其实啊 我也在纳闷 您说 他的胃为什么就那么胀啊 不吃饭都胀得难受 打那么多的嗝 都不能够缓解 吃那么多的药 也不见效果 那怎么样 才能不这么胀呢 2008年9月 饱受胃病困扰的王玉芳 来到河北省中医院 接诊的是消化科的 李电贵医生 他脉象表现一个 血爱化的脉 血爱化 看下涉胎的 涉质 脂量 胎荒腻 这样子 这些症状 那终于变成 就是一个 湿热重足 作毒内瘀症 作毒内瘀 导致他 现在这个 威射性 危险 大人 不点心 我这能治好 他说能治好 他说年轻人 半年 三五个月 就有效了 年岁大点了 可能时间长点 医生 似乎给了保证 王玉芳 拿着药 回了家 没想到 这汤药 刚一吃 账没消 隔没停 倒是 又多了一个问题 吃那半月的药 他里头就有蟹 吃完了 他骨了 他蟹药 是吧 他也不难受 就是一天 每天上午 两三次 完了以后 就完了 后来我问过大夫 为什么蟹呀 蟹火你 蟹毒你 他说 蟹毒 后来我就不问了 蟹什么火 蟹什么毒 王玉芳并不知道 不过 这药又接着喝下去 他有了新的感受 吃了半个月以后 感觉这个胃部 胀就是笑了 好多了 这胃里头 难受的也挺 王玉芳说 后来这药吃了半个月 胃仗和打嗝 居然见好 半年 个儿这慢慢也大得少了 也有气了 下边也排气了 但这气 他这都 气个个儿痛了 他气多了以后 个儿就少了 知道吧 他都得吓走的 他吓走是好现象 您看看 王老太太的故事 有意思吧 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胃胀 到了不进时 都难受的地步 而且还没完 没了的打嗝 矮气 气显然 都是往上走的 那试了好多的药 都收效甚微 您再看 这次吃了 李医生的汤药以后 先是泻 一天两三回 后来倒不泻了 又不断的排气 这气儿又往下走了 但这么一来 他的胃胀和打嗝 就逐渐好受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王玉芳 现在还会每两天 熬一服药 调理自己的胃 也是李医生开的方子 方子里面的药 和当年差不多 看上去还真不少 八字链 八边链 白花色色潮 黄链 黄青黄白 还有小冲类的 全学物工 都是解读的 所以在另一创 我们把这些药物 通过通过中医的 中医的配物的方法 组成一个合适的方子 在不断的调整 李医生说 自从给王玉芳看病以来 方子里的很多药 都是根据他身体的变化 不断调整的 但有些药 却是怎么调 也不变的 这是后虾的药 完了以后 我这里 委员长说 那个叫我后虾 效果好 放这三种药物 姜 这什么味儿啊 香味味的 挺好的 我们仔细看看 这两味药 看上去 像是两种草梗 再闻一闻 的确有一股 特殊的香味 李医生说 就是这两味 带香味的药 非常关键 就是霍香 培烂 放香味对 对作度 它是有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原来 就是其他大夫 给他开的药 他并没有拿 作度内域 去喝止 他没有可以用 放香化作的药 是这个的 他苏干离气 剪皮喝味 他没有用这个 化作作节度的药 所以他 没有起到这个作用 霍香和佩兰 您看 这个 就是霍香 这个 就是佩兰 就是这两味药 它们俩 都有很浓的香味 我们先来看 这个霍香 夏天 中暑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要喝一点 霍香正气水 它的主要成分 就是霍香 其实 中国的很多地方 到了夏天的时候 人们会拿鲜的霍香叶 来拌菜吃 用它来解暑热 那我们再来说 这个佩兰 这佩兰 这名字真的很好听 《本草纲目》这部说 里边就说了 说 其夜四菊 女子小儿喜佩之 因为它的香气 特别的像兰花 所以就叫佩兰 过去的时候 每到端午时节的时候 中国的很多地方 人们都会用这个佩兰 来煮水洗澡 来除掉皮肤上的污垢 称之为木兰汤 看起来 这霍香和佩兰 像是做香料的 那么李医生 为什么说他们 是治疗王玉芳 胃胀的关键呢 李电贵医生 是著名的消化科专家 他说 之所以要用霍香 佩兰入药 是和王玉芳的胃功能失调 有很大关系的 胃啊 应该降桌 它这个桌气不能下降 心气不能上升 它就预计的中焦 中焦就是疲瘪 出现了胃炸的症状 李医生说 王玉芳的胃不能降桌了 那这个桌又是什么呢 血也好 筋也好 以清为正 清就是正常 如果不清了 它就变成桌 桌就是不干净的意思 出现桌下以后 预计的体内 它可以 这个桌下孔皮 把皮的功能 给它 受到影响 皮与胃相表的 这胃的功能也就不好了 所谓 着毒理论 是李电贵医生提出来的 他认为 每个人的胃里 都有桌 也就是不干净的东西 这种桌 一部分 是我们没有消化的食物残渣 还有不能吸收的物质 另一部分 则是这些消化吸收不了的东西 长期停留在体内 变成了容易致病的物质 胃里的这些桌 排不出去 正是王玉芳胃胀的原因 暖气关道 我说啊 本来这个暖气关道 这个水啊 这个紫赖水也好 它应该是清水里头 清水流的特别通常 如果这个水不干净了 这就是桌 有的桌下了 不干净了 桌就是不干净的意思 它尝试着 这个趁机的 这个水管的 管壁上 撑起了射上了 这个管就不通了 这管子要通气 要通水 是吧 不通了 它憋着体内 在体内 憋住了 它也出现胃胀 而当灼 在体内停留时间长了 不仅会出现胃胀 还会出现别的问题 由桌发展 慢慢变成度 这就叫做度 因为中医这个度 有湿度 有活度 是吧 有热度 有寒度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做度 就类似了 它是一种度限 是由桌变了 终于把癌症 叫做度瘤 是吧 度瘤 所以说 由这个做度的 可以形成胃癌 也可以形成 其他的癌症 比如说 微酸性胃癌 变成胃癌了 这就是 度下 预计 李医生说 尽管大家胃里 都有灼 但正常情况下 人的胃气 气肌 是下降的 能降灼 不会淤积 而王玉芳的胃气 气肌 正好相反 是向上的 所以才出现了胃胀 和打嗝的问题 整场的情况 胃气 应该下降 现在上腻了 这是一种 异常的情况 但是他中 让这个气质 有一个出路 他不会预计的 常位里头 他通过 嗓叫 抠 把这排出 这的爱气 就打嗝了 中医认为 脾气主生轻 胃气主降灼 这个胃气 是以降为顺的 正因为如此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 这胃里边的灼呀 是能够被降而排出的 而王玉芳呢 他的胃气 是不降反升 这就是他难受的根本原因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李医生说了 说王玉芳啊 在生病之前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啊 情绪很不好 爱生闷气 其实啊 这才是关键 明代一家 李中子啊 说过这样一句话 说 忧思悲慧 则疲胃受伤 气 则上 而不下 这意思呀 就是说 忧愁 思虑 悲伤 愤怒 都会让脾胃受伤 胃气 逆乱 不降 反升 那时间长了 自然这个 灼毒淤积 胃胀难受 打嗝 矮气 产生病变 而中医认为啊 说有一些 芳香类的药物啊 它气味走窜 恰恰能够化解 灼毒 理顺气机 您看 比如说这个佩兰 在《本草变毒》 这本书里边啊 就说他 说他能够解欲散结 除臣腐 灼够腻 那么 他的长处啊 就在于化解内施 驱除臣腐 可以化掉王玉芳 胃里淤积的灼毒 而这位啊 霍香 在这个药品化义里边啊 就讲到了 说 齐气芳香 善行胃气 也就是说啊 这个霍香啊 它是可以理顺 王玉芳逆反的胃气 使其下降 所以啊 王玉芳会有轻微的腹泻 那后来啊 还出现了向下排气的现象 这就是气顺的表现 您想一想 这一化一顺 致病的灼毒没了 胃气和顺了 那自然就不胀了 放下来的药 可以使人体内 这个灼毒这些 这个变成 症状的 气血 胃脏 这个微顺 也是灼毒内郁引起的 它是极为药 就是方向化作的 对它这个病气的 非常关键性的作用 后来 这含有芳香类物质的汤剂 王玉芳吃了很长时间 已经筋飞昔笔了 现在饭比以前那时候 比以前那时候难受的时候好多 颜色也好多 以前是 他那个 刚出刚难受的时候 那时候是 也吃了多少东西 以前嘛 有病的时候 我吃馒头啊 也就是吃这么一点吧 吃这么一点 和拌完饭 这菜呀 很少吃 有时候吃上这么一两口 不带劲的 现在呢 我这胃口好的 就是啊 我就吃这么一个馒头的 这菜都能吃 能够舒舒服服的 吃一顿饭 这是王玉芳一年前 很难想象的事 不仅胃胀的问题解决了 不久前 他又做了一次胃镜检查 得到了一个更好的消息 现在 王玉芳还处于巩固治疗阶段 他每天都喝一道 用货香配篮泡的茶 取三克的货香 和三克的配篮 用开水冲泡三分钟 看到茶汤变身了 就可以喝了 香泡味的 挺好的 比较可好 好喝多的 那您平时就是喝完 我平时我就拿它当茶 起水喝 这对胃 对脑子都有好处 您这个喝完以后 胃舒服吗 喝完了以后 不是胃里头吧 热乎乎的 李边贵医生说了 说这个茶呀 是根据王玉芳的具体情况 推荐给他喝的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您也想试一试的话 那请您一定在饮用之前 务必要咨询医生 看一看是否适合自己来喝 以免出现问题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中华医药 牵挂您的健康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